五月大王感冒了 我是五月大王的替身 今天我们来看一台动力惹人喜爱 造型让人无奈的六缸宝马X4 35i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 玩六缸的宝马还是二手的香 咱们这台车是2014款35i M运动型 新车售价77万还要多 目前里程9.6万公里 虽然说是2014款 但上排时间是16年8月 算是X4 35i的最后一批 因为到了第二年 这车就换装了动力更强的M2同款3.0T发动机 车名也不叫35i而改为M40i 虽然M40i的X4更强 但这款车的性价比不如我们这台 为啥后面会给您分析 因为这台车配备了3.0T直列六缸涡轮增压N55发动机 所以它的动力表现肯定是最令人期待的 直列六缸的宝马才是最纯粹 最有宝马韵味的宝马车 放到X4这这观点依然适用 在电子气门生成可调和双窝管技术的双重影响下 这台车的扭矩平台来得特别早 说人话的版本就是油门响应很快 油门一点 推背感就来了 而且这种加速感几乎在整个区间都维持得很稳定 你想要什么样的加速度 用脑子控制右脚就行了 车子十分准确的提供你所期望的动力 让肉体去感知加速度 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传感器 宝马之所以是宝马 还不是因为这独一份的调校功力 这回味无穷的人马合一的感觉 虽然已经跑了9万多公里 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表现依然很上乘 对于X4使用的3.0T代号N55的发动机来说 9万多这点里程基本算是毫无压力 当然整体状态好并不代表一点故障都没有 而且因为这车的年份里程的确不短了 维修清单还是有点内容的 大家点个赞 我就把N55遇到的问题都讲讲 有不全面的地方请听论区走一个 首先就是漏油 传统异能 不漏油的宝马都是假宝马 虽然短里程的N55车型漏油极少 但随着车铃增加 密封圈总是第一个喊不行的 漏油点可能是机油散热器 机率底座 气门湿盖 油底壳等 但我们这台X4都没有 不过它的涡轮回油管有点渗漏 这个在宝马很多发动机上都会遇到 不过概率比较低 第二就是N55的废气阀容易破损 这就是个橡皮圈 很容易坏 有修包在卖 但对于修车师傅的手艺要求比较高 一旦手上力道太大 很有可能撬坏气门湿盖 这就得换总成了 说实话 这个挺难搞的 我们师傅修过好多台 但也不是每次都能搞定 第三个就是28A0的故障码 这个可能是由第二个故障导致的 也可能是其他地方漏气 反正就是漏气漏气漏气漏点不一样而已 用烟雾侧漏仪找到漏点 堵住它就行了 第四个 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逐渐变多的故障 就是偏心轴磨损过大 车子容易出现抖动 故障灯的问题 需要更换偏心轴 偏心轴的轴承和电子气门 马达三件套 这个故障真就是车子老了才会有的问题 三五年前真遇不到 我们这台车因为不算很老 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强调一下 咱们这台X435i的发动机除了涡轮回油管漏油 其他上述故障都没有 车子还有些其他问题 感兴趣的可以后台问我们 但无论是啥问题 都是修好了交到您手上 不用您操心 也不用您多花钱 关于这台X4 有个点必须得说说 就是这6倍造型 说实话 X6的成功在于6倍 而X4的失败可能也是6倍 这6倍风格在小一点的车上 总觉得怪怪的 我分析一下 其实是五月大王分析下来 可能是因为离地间隙 相比于车身三维尺寸来说 有点太大了 虽然攻腰弯腿 蓄势待发 但总觉得脚下没根 而X6块头大 压得住气场 3GT其实也不大 但人家底盘低 当然 这是从反对者的角度来说的 肯定有人很喜欢X4的造型 您要是其中一员 就当我 你就当五月大王 胡说八道 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 不过这个6倍造型 并没有对后排体验 产生什么障碍 腿部空间还是比较给力的 头部空间不算很大 但绝对够用 1米75的五月大王坐进去 腿前将近20厘米 脑袋顶上算上发胶 也还有8厘米左右 而且因为SUV的原因 它的后排坐姿很好 坐垫也很长 乘坐舒适度 比想象中的可好太多了 至于后备箱 这也是SUV车型的一个强项 但前车主好像几乎没太用 你看这滑轨 还有下面的锁扣 折叠箱 基本都还是刚出厂的样子 唯一要吐槽的 就是这个店尾门 拍摄前一天突然就挂了 刚到店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没啥可说的 诺总买单 修好了 再交车 我们这台车现在售价是 21.49个W 算是全国最便宜的几台 六缸X4之一了 甚至比同年份的535LI还要便宜 性价比净掉下 即便是把更老的X3 35I也拉进来 可能咱们这台也就再贵个5万左右吧 不过那个年份 可比咱们这个要多好多年了 而和同年份的28I的X4相比 这台车也就贵了三万块 却能把四缸升到六缸 动力直接干破300匹 配置还能拉满 我觉得值 不过到了2017年 X4就没有了35I 而改为了M40I 发动机还是N55 不过是强化过的 和M2同款的高功率版 那个的确是爽啊 不过价格也要再贵的4到5万 这个价格差距啊 可不是升级一下动力啊 简直就像换了一代车 五月大王觉得没这太大必要 好了 聊了很多了 至于这车的橙色配置 没啥可废话的 反正就是各种好好好 大家自己看画面 感觉感觉吧 如果还有啥想知道的 请后台留言 咱们下台车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